HELLO 大家好 新的一年又有新產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之前就介紹過兩部Skaos新推出的充電機 就是這個T1000和T400Q 兩部充電機 他們的目標是希望做一部插列機 可以跟現在我們所謂的競賽級品牌的充電機 可以一增長短的充電機 不過那兩部充電機 無論T1000或T400Q 兩部充電機其實都不錯 我之前也介紹過 不過價錢和尺寸上 可能不少的車友會覺得比較大部 以及比較左地方 功能無可置疑都是好 但最主要只有尺寸上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 SkyRC另一部新的充電機 就是這個叫做T200neo的充電機 這部充電機的話 你看看尺寸就會見到是相當小的 你可以這樣想 SkyRC最成功的品牌 就不是他們首抽的T200或T系列 就是一隻叫D系列 如果大家有買過SkyRC的充電機 都會知道他們有一部叫D100充電機 或者D60充電機 那部其實是幾多人買的 第一就是因為尺寸小 第二個功能力都不錯 剛才我說過T1000的話 可能不少大家會覺得 這部機器比較大部 所以SkyRC聽了這個意見之後 他們將T1000變成一部小一點的充電機 就變成D200neo出來 我手上這部D200 就不是一個街賣的版本 就是一個測試的版本 所以跟街賣那部 可能會有少少不同 因為他們很快地給了我手上 然後給我做測試 所以賣那部 可能軟件上面會有少少不同 但是之後他們都會改進 這些就不太大關係 但是整體的外觀 或者功能上面都很接近 或者說一說這一部 D200跟我們之前介紹的T1000的話 有什麼地方相同 有什麼地方不同 相同的地方 第一 它們的軟件的話 它們的軟件都很近似 都是用彩色屏 然後相對來說比較大一點的效果 比如說你看看盒子 你看到是彩色屏 這個interface介面 都是跟T1000很近似的 另外一方面 充電效能的話 就相比以前的D100 或者D200這類型 這樣的機器的話 也是高很多 它最高是20A 也是支援AC、DC 但是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差20A的話 最好走回DC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AC和DC的功率是有點不同的 所以大家再講解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跟T1000這部機器 也很近似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用到這個 它們之前推出了的 External的放電機 這裡有一個Port 可以用到External放電機 即是說這部機器 可以當它放小了版本的T1000 至於上面的控制介面 有一個轉轉的按鈕 還有這個按鈕 其實跟市面上 有些其他品牌都很近似 比如說HOTA 又或者2KRC都很近似 都是這樣轉轉按鈕 所以我看到這部機器的時候 都有點覺得 為何會這麼似某個牌子的充電機 是有點像 但是它也有一些 它們本身有的 例如這些方角位 這些斜邊位 效果也是比較 或者我們也講一講 這部機器的規格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機器 T200neo 首先是行到AC和DC AC的話 就是100V至240V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這樣用的 DC輸入也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AC、DC機器 它輸入是由10V至30V 如果家用的話 你想用一個3S電池 又或者你用火牛的 用ISDT的24伏火牛 它都可以用得到 甚至30伏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DC輸入 蠻好的 這個不錯的地方 電池的支援種類 都是一般的 LIPO LIP from High Voltage 這些電池都可以支援 LIPCAP或者水電都可以的 充電功率來說 AC就達到200V 而DC的話 就是400V乘2 你看到那個差距也有些分別的 如果200V最高的話 理論上來說 你單邊充20A是可以的 我講的是2S電池 另外那邊的話 可能你就要Idle 或者用來做放電 或者做Storage 這樣會比較好 但是充電那邊的話 單邊如果你只是輸出這個 20A 它是做得到的 那如果你走DC的話 它就可以兩邊 每邊輸出400V 其實都幾接近於這個T1000的 但是呢 留意T1000的話 它是不用這個火牛 它都可以輸出到1000V 但是這一步的話 它是走DC 就是400V兩邊 就是說你大概要買一隻火牛 大概要買一隻800V火牛 但是不一定要買盡 OK 但是總之 這部機的話 如果你走DC的話 兩邊同時間輸出 20A是沒有問題的 充電的話 就由0.1A至20A 我剛才講過 20A最高 如果你把它變成平衡充電的話 之後兩邊搏在一起 來充一排電的話 最高可以去到35A 另外 平衡電流 平衡電流 就是主要 掌管這部機 充電 究竟會不會爆 即是說它有沒有爆發力 它本身的A數 就是有1.5A的 中規中矩 不是差的 因為以前的機器 很多時候都只有1A 例如你看以前的D100 T200那類 很多時候都只有1A 但是這部1.5A 很近似於T1000 充電的話 理論上來說 都會蠻爆 放電來講 它這個放電 就不算很高 放電電流 最高大概是10V左右 最高的放電電流 就是2A左右 2A不算很飆青 始終來說 你如果要放電高的話 你裏面有一些放電的電容 就要比較大一點 所以如果你想去Internal放電 即是你部機放電 不用External的話 你想大A數 比較難 一般來說 最強的那些 都是大約3A 左右 2A這個數 我覺得也是中規中矩 至於放電的話 如果你用External 即這個Port的話 最高可以放到40A 另外一方面 這部機器 也支援了 行這個USB 接駁的機器 如果上次大家看我們T1000 博的時候 試用的時候 會見到我可以接駁電腦 可以在電腦裏面 做一個充電和放電 可以看整條曲線 各方面的資料 同樣道理 這部D200neo 一樣可以做這個功能 基本上 你可以這樣想 它是一個放小了版本的T1000 但是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T1000 就沒有的 就是它有藍牙功能 支援藍牙 可以接駁藍牙手機 透過手機 接駁了它 就可以在手機 做一些連接操控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這部機器 可以做到的東西 支援的鋰電池 可以看到 就是有1S到6S 都可以支援得到 整體來說 這部機器 尺寸的話 比以前的D100 甚至T200那類的機器 都細部很多 但是功率來說 比以前的高很多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部機器的尺寸 以及功能 算是蠻不錯的 即是如果你比起 現在市場上的 Toolkit RC 機 又或者這個 Holter等等的機 甚至GNA新的機 我覺得尺寸的話 都算是比較小的 而Scream的話 也都蠻大 所以我覺得 整體來說 如果從尺寸 功能來說 算是蠻飆青的一部機 說了這麼多 相信大家 都很想看看 它裡面的interface 我都試一試 給大家看 interface 不過要留意 我剛才說過 這部機器 就是一部測試版本 Firmware 可能跟大家 現在外面買到的 最終版本 會有少少分別 所以看的時候 作為一個參考 以最終出門的 為準 比較好 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 這部機器 究竟如何操作 以及界面 如何 首先 接駁電線 給大家看 界面 其實跟T1000 都很近似 所以畫面 各方面 都很近似 進去之後 這個就是 警告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要小心 進去之後 就會看到這樣 我們首先 出外面 出外面 就會看到 這個interface 畫面 畫面 那個viewing angle 我個人意見 都算不錯 都不錯 顏色各方面 都看得很清晰 很好的 畫面 仔細度 都算不錯 對比同級對手 其實畫面 操作界面 都不輸蝕 之前T1000 我們都試過 要做一個充電功能 怎麼做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按這個一下 進去之後 就是一個充電界面的控制 進去之後 比如說我要改 不同的電池 例如Livium Pro 不同的電池 然後這個位置 就可以改 幾多S的電池 2S、4S 最高是6S 剛才都說過 比如說2S電池 充電功能 有不同的充電功能 有Balance Charge 即是說 你不要平衡差 普通的充電 Storted儲存模式 Discharge 放電 和Parallel Parallel 即是兩個同時間 出一個輸出的充電 各方面都有這些充電 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通常選擇 充電 不過這部電池 比較特別 有Balance Charge 和充電 我們充電的時候 可能會選擇 Balance Charge 會比較好些 而且現在這部電池 已經達到1.5Mbps 就算選擇 Balance Charge 都不會太慢 最主要是充電到最後 做平衡 Balance Charge 都沒有太大問題 另外 Condition 就是充電電壓 最高是4.22Mbps 就是這個 普通Lithium Pro 如果是Lithium High Road 應該是再高一點 Lithium High Road 可以去到4.3Mbps 去到4.37Mbps 都可以的 方便你 看看你充電什麼電 或者電話化 充電電流方面 最高的話 就是這個 20A 追追追追追追追 到最後看到是20A 要留意的 因為它如果行AC的時候 它最高的功率 就是200V 200V 兩邊去平均分配 理論上來說 如果當你一邊充電 一邊做平衡 就是玩完排電 要做Balance 的話 你這邊放小一點 就是小一點的電流 可能是充放電 做小一點 都可以的 因為200V的話 理論上來說 例如當你2S電池 當你2S電池 我充8.4的話 8.4的話 乘2S的話 我們當你20A 這樣的話 大概是16.168V 所以它會剩下一點點火 足夠你一邊充20A 另外一邊做平衡 即是說 如果你玩車的時候 你真的行AC 一邊充20A 一邊做平衡 用來做Balance 做主存的話 其實是夠用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 算是不錯的 好 接著 這樣下去的話 開始的話 就開始充電了 基本上 它的充電方式就是這樣 如果AB兩邊 要轉的話 我按這個按鈕 轉去A 或者轉去B 選了B之後 按進去 同樣道理 就可以有同樣 一模一樣的充電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怎樣玩法 這個就是 基本上它是整體充電的方法 以及功能使用 至於進去System 那方面 System的話 就要按緊這個按鈕 按緊之後 就會進去 有不同的設定 Task Parameter 可以讓你設定 比如說 Safe Timing 充多久會停 或者充到多少地帶容量 會停 這個Trickle Charge 即是我們所謂叫 鑽樓 平時我們通常就會開了 開了的話 當你充電完排電之後 只要一天還沒拿出來的話 它都會繼續幫你 慢慢撕著排電 尤其是如果你玩車 你比賽的時候 你要保持排電 按水準 即是還沒拿出去之前 都是在那個電壓的話 就可以選這個Trickle Charge 就比較好一點 跟著之後 System Settings的話 有不同的設定 又可以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日文等等 可以選擇 暫時這部機 就沒有繁體中文 主要都是簡體中文 和英文等等 不知道將來會有出這個 繁體中文版本 暫時未知 但暫時我這部機 就是英文、簡體中文、日文 這些字都會有 另外 輸入功率 最大的輸入的Power 就是這個 這是插頭的 最大輸入的話 就是200V 基本上沒有設定 因為我現在是200V 最小的minimum voltage 就是這個位置 即是你用DC的時候 最小的話 你會用多少幅 這個就11幅 LCD的Backlight 聲音的大小 充完之後 會響多少次 USB的時候 會怎樣用 Octo Data 還是怎樣 Octo 即是你駁電 的話 就會自動是Octo 譬如說Data 就傳送 Charge 可以充電 這個的話 如果你要充手電話 你教了Charge 你可以用來充手電話 也可以 有個20W 差不多的充電 效能 不算很高 但是 足夠用來充電 但是至於用來搏不搏多充電機 應該是不行的 20W的話 就比較低一點 純粹用來充電 摩擦機 應該都不行 但是就可以用得到 你喜歡的話 可以充電 如果你主要是充電 就充電 這個就是那個USB 這個位置 用來有什麼用 接著再充電的話 DC Power 這個就可以給你 這個 DC Power 就是這個輸出B 就可以用來給你 一個電源供應使用 那它的電壓 最高就可以去到 多少呢 就去到 看一下 都幾高 27V 就足夠用來給你 搏磨太機 或者是 Time Walmart的東西 這個就可以用來 這樣玩 另外 電流的話 有15A可以這樣做 按著它 就是一個DC Power 但是 另一方面的話 其實它就 不一定說是 一定用這邊 用來做 Time Warmer 因為它原裝 其實裡面的 就是一個 Power for Time Warmer A 就是說它可以 搏這裡的話 這個就可以用來 做一個輸出 給Time Warmer 用的 它原裝已經做了 但是 你走死了 一定要用這個 就是你不可以用這個 但是 我個人意見的話 因為 用Time Warmer 有時候 電壓 或者你電流 可能有比較重要的 所以 它用這邊的話 做輸出的話 就會 根據 Skyloss 那部 Time Warmer 會比較好 但是你用了 DC Power 要留意 用了DC Power 始終它用了一定功率 所以 充電可能 就未必用得到 很大的 A數充電 因為始終 要留意 它們兩者功率的問題 這個就是 Power for Time Warmer 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把它關掉 關掉 另外 它叫做 Power for PD Hub B 這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之前 T1000的時候 都介紹過 有這樣的東西 假設如果你有很多 配備 都是用USB的話 就可以買 這塊 叫做 PCH250 的東西 這個叫做 PD Hub 那你就搏 這個位置 你可以用來 搏很多USB 都可以 這個 視乎你可以怎麼玩 有什麼情況 會用到這塊 例如你來玩的 是無人機 DJI的無人機 很多時候 新的充電 它全部都用完 用USB來充電 就是遙控器 電池的充電 全部都用USB 那你買這部充電機 給它使用 那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 一個火牛 來搏著它 所有其他東西 就不需要它 用幾隻火牛 所以這個 就可以讓DJI機使用 另外 就有一個叫做 Betumeter 可以讓你檢查 電池的電壓 等等 另外System Check Setting 等等 這些 另外System Upgrade 可以搏電腦 做一個更新 但另一方面 其實它這部機 也可以用手提電話 來做一個更新 即是你搏了藍牙之後 拿手提電話來搏它 其實都可以用手提電話 來做一個更新 即是你無論搏電腦 又可以 或者搏這個手提電話 都可以做更新 這個就是整體這部機 它們的設定 我或者示範給大家 看看 這部機 如果我要搏藍牙的話 究竟怎樣搏 它搏藍牙的方法 就不用特別在 一部機上 按很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但是你就要下載 有一個叫做 Sky Charger的Apps 我這個就是Android 下載了之後 進去 它會 測試附近有些什麼 你記得 開的時候 就要開著手提電話 那個藍牙的 你開著了之後 理論上 它就會找到 那部機 就不用再在 這部機上 特別按些什麼 譬如一個例子 我現在找得到 按進去的話 一會兒就會搏得到 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這部機本身 它的軟件 是一個測試版本 所以我現在 試的時候 同樣道理 它這個 也是一個 測試版的 Firmware 可能和大家 現在 買到的 是有少少不同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你會見到 通道A 通道B 可以在這裏做一些 設定 例如你充電用什麼 充電 放電 還是怎樣 電池分析檢測 另外還有 有些編程 例如有些 特別的方式 充電 等等 可以做到這裏 系統 即是我們剛才 看見的系統 例如設定幾多分鐘會停 充到幾多會停 究竟循環休息時間 等等 DC保護 輸入功能等等 另外 古件更新 這裡一按下去 就可以做Firmware更新 我現在這部機 已經更新了一次 所以就不搞它 但是可以用手來電話 看到Firmware更新的時候 按 可以自動更新這部機 很方便 按了就自動會 檢測 不用特別說有什麼 按什麼按鍵 沒有這東西 另外 就有些訊息 告訴你 這個就是因為 未駁電池 所以就沒有看 說了這麼多 我相信大家都想看看 究竟怎樣去做一個充電 還有一個例子 我在手機電話Apps 看到有什麼 看得到 我先示範 怎樣去做一個充電 首先 我先拿一條電線 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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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A 那邊 先示範 我現在A那邊 設定做一個 4S 不適合 所以就要選 它的充電 好 按進去之後 選擇 LIVM High Voltage 接著就 2S電池 不是4S 按2S Balance Charge 4.35 接著是20A 因為我想試一試 究竟是否充電到20A 因為我只是在蛋邊充電 試一試到20A 充電 那我就拿一排 電池充一充電 這排電 做了Balance Mode 就是Storage 所以應該沒有電 所以就應該可以做到20A 試一試 這是一個 High Voltage 接著就設定了 20A 充電 開始 開始充電 快速 非常快速 非常快速 已經上到20A 我都想不到可以上到 這麼快 已經可以充電了 反應都幾快 大家都看到反應幾快 上到20A都幾高 不過要留意 這部Data上面 就有些不對 因為這部機器是一個測試版本 所以溫度 現在的溫度 有些不遲 可能遲一下 再收拾一收拾 但暫時來說 裡面的Data 這個溫度上 可能有些要收拾一收拾 但整體來說 介面 我覺得都不錯 不過唯一 這樣看法 看不到它的電阻 別的牌子的機器 可能左右兩邊出 會看到電阻 但這部機器 就不能看電阻 這個就比較 遺憾一點 至於要停 按一下 它就會停了充電 因為我想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不特意再做充電 反而我想示範一下 如果用手提電話 去做充電 的話 效果會有什麼不同 因為大家剛才看到 其實它有一個測試 是會看得到的 我們先按進去軟件 我們先按進去 Skyle C Charger 這個軟件 有一個要留意的 如果你接駁了手提電話 的話 你按這個按鈕 它會控制不到的 你要關掉 即是要把軟件關掉 你才可以控制得到 所以如果你留意 如果你接駁了藍牙 的話 會按到按鈕 這個要留意 好 按了下去之後 接駁了手提電話 它就可以讓你設定 現在我是Lithium High Voltage 的電 我送回Lithium High Voltage 2S電池 做一個平衡充電 下一步 然後 充電的電流 就是這個20A 又是充回20A 充回電 20A 然後啟動 開始充電 接著 這部機 就開始看到手提電話 在動 看到它在動 我會看得到 充電的 溫度 效果 等等 你其實看到溫度 其實這個溫度 這個是多了一個小數點 後面的位置 但它沒有一點米 很搞笑 這個可以看到充電的效果 剛才看到這個 電池分析檢查 這個的話 可以像電腦一樣 可以看到 它可以看到排電 究竟效能是怎樣 即是你不一定要用客博電腦 都可以 在這個軟件裡面 都可以做得到 我覺得蠻方便的 按進去的話 就可以幫你選擇 例如排電是甚麼 就可以讓你選擇放電電流 然後它就會幫你告訴你 圖表看完 例如放電的時候 效果 放電分析 怎樣 啞數 按時 等等 我覺得蠻方便的 比如說 有時候你想看看 你到底電的狀態如何 又不想下駁電腦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電池檢測分析 都可以 這就是他們的機器的操作 以及電話App的用法 跟大家講解了 我個人對這部機器的意見 這部機器來說 無論體積 充電功能 我個人來說 都覺得蠻不錯的 首先 體積來說 相比現在 2KRC 又或者HOTA等 其實它都算小 而最重要的是 因為它本身充電功率 是有200V 我講講AC的時候 所以它在充電的時候 它真的可以做到 單邊充到20A 講AC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兩邊充到20A 你就當然用DC 但是 如果當我們一般玩車 這樣算的話 通常我們自己的做法 可能會一邊充電 一邊充電 其實是夠用的 即是無論你玩Stop 或者Modify 你充到20A的話 其實已經足夠你玩Stop 的話 這部機器其實是蠻不錯的 而比起其他同級的對手來說 例如HOTA這樣算 HOTA的話 部份機器是充到比較高的A數 問題是HOTA的機器的話 它的放電 其實就寫說有2-3A 但其實實際上它不能放到2-3A 而這部的話 它真的能放到2A的話 例如你玩完之後 你要做Storage的話 它的速度也會比HOTA的機器快很多 另外 它這部機器除了可以用來充電之外 你也可以做一些電池的Analysis 又可以駁到外置的放電機去做一些放電 平衡的話 也可以做35Mbps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這部機器 比起很多同級的對手 其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了 而最重要一點的話 其實Skall C的機器相比其他品牌 其實都出了名 它以前的機器的話 雖然它的充電效能不算很飆青 例如它的內容度的話 其實它的評價 外面的評價都算不錯 所以整體來說 除了我之前介紹的T1000之外 這次D200neo的話 我覺得算是一部不錯的充電機 至於價錢來說 在我拿著這部機器上手的時候 價錢還未知道 但是估計的話 大概600-800元左右 這個範圍裡面的價錢 實際上到時賣多少錢 我暫時還未知道 到我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我們拍這個影片的時候還未知道 實際上到時賣多少錢 大家就留意市場的價格 這次對Skyloss這一部D200neo的介紹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我們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開提示 今天有最新的影片 最新的教學 最新的新產品介紹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給大家 另外如果大家對今天的影片 有什麼意見想問一下 或者有什麼想討論多些的話 歡迎你來到我們遙控工房的討論區 可以到我們遙控工房的Mivi 以及Facebook 再進一步討論 基本上今天的講解就是這麼多 希望很快就有新的產品 新的教學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